大家好 今天呢 已经是时间过得正快 明天呢就是3月1号了 一展演 那个春节已经过了 今天天气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我就特别拍了这个视频与大家分享 我长话短说吧 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呢 我就交代几句吧 我有学佛 有与那个地藏法门主修地藏法门 有缘得地藏王显灵十多次 观音菩萨几次 最近呢又得到佛祖显灵方豪光 所以呢我就特别拍了这个视频与大家分享 我相信大家也现在每天都为那个肺炎事情很担心 情况还是非常越来越不妙 其他情况我大家心照不宣就好了 我就想呢提供一些管件 与有缘人参考 让他们也可以安度这个 难关这个灾节吧 要是没有看过这本书的话呢 这个是观世音祖族的因果命成定论 要是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呢 可以上网打印下来 他有解释这一次这个灾节情况怎么样 还有呢自己怎么样可以度过 那这个呢就是有修佛的 对地藏经这个第十二品的就豪光不会感到陌生 佛祖方豪光 我24号还有补充一点呢 就是说我我派那个 天象奇观老天爷派 神龙汤汤派到访我寒门百度吃了有很多的照片 一般都是开心神龙的开口笑的 但是呢在24日这天呢 就拍到这一个 放光 这个放光的照片 这个神龙放光的照片 24号 后来我就想一想 这个这样子 因为我上传过一个视频 提供意见给所有的 有缘人现在大家也不用我多说也知道呢 因为这个病毒呢 是无国界的 不分男女的 不分 种族的也不分宗教的 一视同仁 所以呢我就有想呢我就说 要是 有缘人能能够每天送 一品或者以上的地藏经 这样子那地藏王就会 加持保佑 后来呢 我刚才说了我就拍到这个 神龙 放光 吐光 的照片 晚上我就消化一下 再联想到佛祖这个 十二柄的地藏经十二柄 那么我就把 当时我就有一个感想 我就说要是佛祖可以 加持我这张照片 有缘人 打印 出来 贴在一个清净干净的地方 每天 核实 诚心 诚恋 神明保佑 三变 不分 不分找满 可以不可以 加持我 让他们 度过呢 结果呢 我扎了一挂 因为我也学佛 有修行的 有研究 一 占卜的 结果 那个挂像是极力的 所以我就匆匆忙忙 就拍了一个 然后呢 我就在 昨天 27号呢 就拍到那个 佛祖 显灵 这个视频呢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 大概两分钟吧 有太太阳中 太阳非常非常 不可思议的 我就把精彩部分 抽出来 看见了 第1张左手边的 就是 那个 祥云 然后呢 有一个太阳 跑出来 转出来 然后呢 就转到 对面去了 那 慢慢就 转到对面去了 然后就没有了 所以呢 我就 猜想 佛祖显灵吧 我就希望佛祖能够 加持我 刚才说这个 这张照片 神龙 吐光 这张照片 给 所有的 有缘人 要是有朋友 是外国朋友的 也可以 教他们 要是他们相信的话 这样希望能够 渡过这个难关 好了 神龙 除了火星人 不知道我们中国龙是咋的 这个就是我 2019年元旦 拍到的那个神龙突厌 这个情况是在这里 这个 6号的时候呢 老天爷又再拍 另外一条神龙 来叨贺 大家看见他的 炯炯有神的吧 这个在天上大大一条龙 好了 我刚才说了 我刚才说了 对不起啊 稍等一下 我刚才说了 要是有缘人相信的话呢 可以参考 这个就是加拿大有一个 女主播 得了好像皮肤癌 时间不多了 后来偶然就聚会呢 他 结束到佛法 就放生 然后呢 就度过这个灾节 这个照片呢 就是 国内 上传的 李德智 李氏 应该是李德智李氏 我看看 应该是李德智李氏网上的 当时就看见这种祥光 那个照片 那个链在这里 非常非常有趣的 是 跳动的那个 佛光 这是一部分 跳动的 很 精彩的 这个是当时的 朋友 信众 这个也是一部分 好了 说回我这个情况呢 这个是当时有一群 白鹤飞向太阳 那这个呢 就是五爪金龙 我拍到的五爪金龙 后来呢 我就写了一首打油诗 我就心想 要是呢 我把那个爪子那个 撇呢 写的锋利一点 就过瘾了 结果呢 我就写到一撇的时候呢 我真的有样 好像那个 大人 抓这个小孩子 叫他写字一样 一刹那 就有这个效果 因为我搞 书法国画的 我也在香港理学 理工大学 教国画 书法 怎么写字呢 会有多一撇呢 这个就是神来之笔 后来呢 我就真的有很多神来之笔 那个长话短说 将来有机会再与大家分享吧 好了 今天呢 我就 有感呢 就写了一首打油诗 我就说 佛祖方豪光 飞燃灾节 及全球 报诸 福分 及 巨优 佛祖豪光 金 福放 加持 心者 免经修 要是你相信的话 好了 现在很多人都是 问 什么时候 玩了这个灾节 这个第五经 第一句已经应验了 人民多报祝 然后呢 第五月呢 就有说了 更看山东里 山头起木田 就是说 10月 11月 12月 这个冬季 才是高峰期 这个月呢 某月呢 我占了一瓜 也是高峰期 这个 是我 几条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呢 有可以上去看看 OK 这个呢 就 也给大家参考了 我的情况是这样子 我拍那个神龙 老天爷拍神龙刀坊了 我拍了 百度数 全都是那个数码照片的 要是你 怎么样 为 我没有 狂妄自大的意思 我就说要是你的 会跟 后的 的话呢 一看就明白了 原来呢 这个是那个唐龙 就 腹部 中间一部分 你看那个 腾龙从远方转过来 又翻上去 大家 领悟到吗 这个就是 我敢 敢 老天爷 进来 拍了很多都是 开心神龙 猎口 种种有神 来 给探访我的 但是呢 就 24号呢 我就拍到这一个 这一个 方光 神龙方光 怎样是知道神龙呢 用两个眼镜 应该个嘴巴三点坐标 定远法 大家离开那个屏幕远一点 就马上可以 看到那个是神龙 方光了 所以我就有感的 希望那个佛祖 加持我这个照片 有缘缘打印下来 刚才我说了 每天盒子 常心 送恋求佛祖 保佑三遍 不分着满 这样子呢 就得到加持 可以度过南关了 这个不分国界 没国界的 所以要是朋友 是学佛的 信心的 可以教他的外国朋友 也照办吧 所以呢 我就 把握这个机会呢 匆匆忙忙 拍了这个视频 与大家分享 阿弥陀佛 希望大家 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个灾节 还有呢 就是没有看过这本书的 可以上网打印下来 祝大家 祝大家平安